字幕提供 我是虚零六 老师没教是 今天跟你们分享什么主题呢 那就是关于色彩学的部分哦 如果你觉得你在颜色配置上 就是有些困扰的话 总觉得画面的颜色 不管是在设计还是绘图 看起来不够协调 或是不够好看 或者是你想 从颜色风格进行下手的时候 老师没有想法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我今天分享的心得影片喔 如果你對這主題有興趣的話就馬上看下去 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還有追蹤我的IG喔 那關於色彩學的部分其實它可以分得非常的細 關於顏色色相、彩度、明度、對比色、類似色等等 它可以講到非常非常的深 那我今天是想要說用比較簡單好入門的方法 跟它... 喔!好像有頭髮 比較簡單、輕鬆可以了解 如何關於顏色的配置上怎麼選擇 跟大家分享兩個 可以從這兩個小技巧裡面來進行修改跟調整 畫面的顏色配置上就會更有一致性喔 那影片開始之前可以看一下左邊跟右邊 這兩張圖你覺得哪一張看起來更加協調呢 我相信一定會有一張是你看起來 感覺畫面的顏色配置上也更有一致性 沒錯!就是我們右邊這張作品喔 那各位同學們可以跟我分享你們覺得這兩張作品的差別在哪裡嗎 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們分享的重點喔 首先第一個就是關於彩度 那什麼是彩度呢? 彩度也可以說是飽和度 通常越鮮豔的顏色叫做高飽和 像是寶藍色啊 紅色啊 黃色啊 或是桃紅色 這些很鮮豔的顏色叫做高彩度的顏色 所以各位同學們在進行繪圖跟設計之前 你們可以大概想一下 你們這張作品想要呈現的風格是什麼 比較街頭 比較潮流 比較有活力 等等 你們想有這些元素的感覺的話 基本上你們的顏色都可以選擇高飽和為主喔 如果說你今天想想你的作品看起來比較溫柔一點 比較可愛一點 或是比較文青一點 等等等等 就這些感覺顏色的使用上沒有太過強烈的話 你們就可以走比較中飽和或是低飽和為主 那我畫面就會盡量放上範例 就像高飽和的作品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那低飽和的作品就會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同學可以看到 同樣一張作品因為飽和度的不同 呈現的感覺也會不同喔 那再來第二個 就關於類似色的使用 類似色是在進行設計或是繪畫 好入門 而且不會出錯的配色方式 那什麼叫類似色呢 色盤中可以看到 我以黃色為基準 黃色的左右兩邊都會是它的類似色 所以說呢 如果今天想用黃色類似色來進行排版設計或是繪圖的話 像是黃色啊 鵝黃色啊 土黃色啊 黃綠色啊 這些顏色都會是它的類似色 那這些顏色呢 再搭配我剛剛第一點說的彩度 他們的畫面就會更加協調喔 所以呢 我考考大家 藍色類似色有哪些呢 答案我會放在下面喔 所以現在同學們可以開啟自己的AI檔 打開你們之前 繪圖或是設計的作品 現在開始運用剛剛第一點說的彩度 以及第二點說的類似色 加你的作品重新修改 來進行練習喔 如果你的設計作品或是繪圖作品 已經練習到一個程度以後 你關於顏色配置上 你想要再練習更多的話 其實呢就可以使用到對比色 不過對比色呢 在今天的課程我想 應該不會分享 如果說各位同學對色彩學的課程 還有興趣的話呢 你們一定要留言跟我說 或者是你們覺得今天的分享主題 對你們有幫助的話 也請務必留言告訴我 跟你們說我非常喜歡看你們留言喔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影片喜歡把影片分享出去 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喔 掰掰 看到別人可以看到 Adapt一下 所以看過hisinnok 好喔 暫時是 constell未來做的是